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CKGO頻道 上週的美聯儲6月會議有很多的亮點 首先,美聯儲對於2021年的通膨預期 從2021年3月時所預測的2.2% 增加到了這次所預期的3% 印證了大家所擔憂的通貨膨脹 但對於這通貨膨脹,美聯儲一直聲稱的是 現在通貨膨脹僅僅是暫時的 那麼為了和這個論調相吻合 從美聯儲的預測當中也可以看到 美聯儲預測2022年的通膨 會從2021年的3%落回到2.1% 同時,比起今年3月的時候的利息預測 已經有7位成員認為2022年會有升息 並且絕大部分的成員認為2023年會升息 但美聯儲主席J. Powell接下去說的話 卻是很好的起到了市場中的安撫作用 J. Powell讓大家不要對這些預測中的一個個點 所代表的意義太過的認真 並且對於大家所擔心的量化寬鬆QE的減少 J. Powell說他們的會議是為了討論而討論的 那無論J. Powell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至少市場是買賬了的 既然美聯儲說短期會有通膨 短期的國債利率瞬間就飆升 像是以5年國債為例 並且既然美聯儲預期長期的通膨會下跌 10年的國債利率也因此下跌 這對於這些個科技成長股來說是利好消息 但對於介入短期存款 放長期貸款的銀行來說就沒那麼好了 代表著金融股的ETF XLF因此被打破了上升趨勢 納指和道瓊斯也又發生了反轉 那像是很多被打壓了許久的幾支成長股的股價 有了起頭的跡象 像是Spotify, Upwork, Pinterest, Doku, Teladoc等等 但缺點是這些個個股都還沒有盈利 在最近的這次大回調之前的股價又衝得太猛 要怎麼樣挑選這些個還沒有盈利的成長股 就是個難題 因為他們既沒有盈利也沒有正現金流 就沒有辦法使用傳統的現金流估值的方法 來計算它的價值 而投資家中的鼻祖Peter Lynch選股的一大守則 是一家公司的市盈率 也就是PE指數 如果股價合理沒有一家的話 應該是等同於這家公司的成長率 例如我們這邊有一支個股 當前的股價是40美金一股 每股盈利1.5美金 那麼市盈率就是27 而這支個股如果擁有27%的盈利成長率 市盈率就和成長率持平 屬於股價合理 如果這支個股有50%的成長率 那麼這支個股的股價就低於估值 屬於在Peter Lynch的概念中可以入手的一支好股 只不過使用市盈率的前提是 這家公司得開始盈利了 那對於這些個還沒有盈利的成長股來說 還是無法套用這一守則 但如果我們仔細看一下 使用這個市盈率和成長率之比選股的守則 市盈率中的盈利 則是營收乘以盈利率 那在盈利率還不確定的情況下 這個公司中的重點 就只剩下一支個股的股價 和這支個股的每股營收之比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市銷率 和成長率的比較 成長率越高、市銷率越低的個股 則意味著這支個股的股價暫且被低估 增值潛力更大 而如果成長率相似 市銷率越高 則越說明這支個股有溢價的風險 當然除非你認為這支個股一旦開始盈利 會有遠高於別的個股的盈利率 那要比較個股之間市銷率和成長率之比很簡單 你所需要的只是這家公司的市值 以及近一年的公司營收 這兩者之比便可以算出市銷率 或者也可以直接去Yahoo Finance 找到這支個股的市銷率 外加對未來5年這支個股的成長率預期 就可以獲得PSG之比 也就是市銷率與成長率之比作為選股的一個參考 這麼一比較 在這三支個股當中 從最高點下跌了將近40%的Spotify 光從市銷率和成長率之比的角度來看 就有著比起Upwork和Teladoc來說更小的溢價風險 當然使用市銷率和成長率之比來篩選個股 自然不是最完美的方法 缺少的就是對很重要的盈利率的考慮 所以這個方法只適合作為最開始的篩選 篩選之後還需要判斷 這支個股是不是有能力最終達到盈利 盈利後是不是有辦法 獲得這個行業中的標準的盈利率甚至更高 所有的這些是在比較完PSG之比之後 需要考慮的很大的一部分 而對於那些個已經開始盈利 並且有陣線監流的個股 像是那些個Fan股 以及那些個現在雖然還沒有開始盈利 但在分析師們的預期中 在未來兩年內能夠開始有每股盈利的個股 我們有像是Palantir,Snap等等 最好還是使用現金流估值 或者是建立在市銀率之上的增值股估值 才會更準確一些 因為這兩個估值方法 都有很好的將盈利率考慮到估值的計算當中 順便要說一下的就是呢 CK上週已經上傳了最新版本的CK自動估值App 其中修復了先前在增值股模板中 對2020財年每股收益數據截取中的一個Bug 購買過CK自動估值App的朋友們 可以通過點擊Check Update 來檢查你的版本是否需要更新 需要更新的話可以點擊Tools 然後選擇Script Editor 點擊Valuation Core 之後選擇Version 28這個最新的版本 點擊保存就完成更新到最新版本了 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麻煩訂閱點贊哦 我是CK,我們下期再見! 再次見你